至於他任內的外交實力 區域經濟合作等等 我們都很期待 接下來到底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不能因為他駁壓 我們的政經就停頓下來 我覺得不會 政經不會完全因為他停頓下來 但是我們還是從各個方面來解析一下 第一個是外交的方面 因為馬總統這幾年 其實他就是屬於一個外交修兵的狀態 民進黨他就講說是外交修課 其實也不見然是這麼難聽 基本上跟中共方面 就是我們外交方面 就是不要再從邦交國上面來自殺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認為說 外交一定就是維持現在 就正式的外交狀況 應該是維持現狀 所以說這個情況之外的 可能就是說一些周圍的一些 我們能不能去 能不能有所突破 之前比如說世衛的觀察員 這個東西是突破了 但接下來看起來 好像沒有更進一步的東西了 就是說外交方面 我認為比較困難 因為他現在變成說 你跟中共那邊現在 就是說兩邊的那種關係 已經成為一個定局的情況之下 你外交上面 你可能就是說在經貿 然後經貿的合作上面 就是變成說 馬總統一直要推的 就是區域合作的那個東西 就是說跟東西是什麼 但民進黨他們提出來的 另外一個論調是說 就用堆積英文 反正蔡英文的那個方法 就是說我們從貨物 和不同的品項去談 這個等於說 你現在再來做的話 也已經來不及 那民進黨上來 假如說民進黨上來的話 你要怎麼做 其實就是看他們怎麼做 但是現在那個東西推不動 我覺得差不多是必然的 至於說政經的政治的部分 我認為說未來兩年 大概就是 因為今年年底就有合一選舉 接下來的話 大概就進入到 總統大選的部分了 那我們可以預期就是說 接下來就是進入了 所謂的政治高度對抗期 就是朝野之間的對抗 我覺得會更激烈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政治的部分 你所謂的 這個對抗是不是會導致停頓 我覺得也很難說 因為很多政策的東西 只是看說 你是不是在那個戰略 因為我們自己跑政治這麼久 就是你看雖然說那個地方在對抗 但是其實另外一方面 政務的推展還是在繼續照它走 只是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會有很多因為選舉而產生的政策出現 一定是這樣子 就是社會福利各方面 一定會放出來 那我們就看說 這個東西在雙方的一個 就是說在野黨跟執政黨方面 能夠爭取到多少的民心 我認為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是 外交上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 當然金錢外交或者是互挖牆角的時期 雖然過去了 但是目前我們看起來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